新疆西部一个小镇的房间里 人贩子正和买家们进行着一桩肮脏的交易 面容俊俏的女子绣女被一名骆驼客挑中 要买回去先给镇长 谁知半路上 绣女趁着骆驼熟睡时偷偷溜走了 醒来的骆驼客发现绣女跑了 慌张地赶回村庄报信 骆驼客老大知道后很是生气 带着几个弟兄回去寻找 但戈壁坛太大了 早就没了绣女的身影 骆驼客的老大只能认栽 又赔了六匹骆驼给镇长 而另一边逃跑成功的秀女处境并不好 因为长时间没有近视河水 她晕倒在了路边 被路过的一名牧羊男人 好心带回家收留 男人本想给秀女一些干粮让她走 可妻子却说秀女长得好看 父亲又被土匪杀死 现在是孤苦无依 不如自己回趟娘家 给秀女说个人家 他俩还能赚个彩礼钱 男人想着秀女俏烈的身姿和脸蛋 也没再提让她离开的事情 就这样过了几天 秀女和俩夫妻熟悉了一些 妻子趁着收拾干草的机会 跟秀女商量 以后俩夫妻就是她的表姐 表姐夫 等给她找个好人家嫁了 他们就是一家人了 秀女感激俩夫妻的收留 没有拒绝认亲 但却表示自己还不想嫁人 正说着 表姐的情人汤三策马奔来 表姐自从成亲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孩子 本来以为是丈夫的原因 就偷偷跟猎户的汤三搞在了一起 汤三年轻力壮 表姐慢慢地也有些轻悟之心了 谁知 汤三刚看见秀女 就跟表姐商量 要花大价钱买走秀女 说自己本来跟表姐偷情 就是为了要个儿子 可表姐一直都没动静 表姐心里非常苦涩 又看见丈夫的双眼 总离不开秀女 最终答应了汤三 汤三得了年轻美貌的秀女 满意极了 给出了丰厚的聘礼 要求五天后就要娶秀女 而秀女得知 自己要嫁给大十五岁的汤三 忍不住哭泣起来 既为自己逃不开的命运 也为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家乡 很快 表姐拿着汤三给的红布 离家到镇上帮秀女做嫁衣 家里只剩下秀女和表姐夫 表姐夫早就对秀女起了些心思 在一个雨夜 表姐夫受性大发 趁送被子的时候 强暴了秀女 做好嫁衣回家的表姐 不知道秀女已经被自己丈夫玷污 到了初夏的这天 她还叮嘱秀女 不要怕 只要有落红 唐三一定会好好对她的 唐三也不知情 欢天喜地地带着秀女回家 不过走到半路 一行人被镇长的人马拦了下来 原来在前几天 秀女就被路过的骆驼客认出来了 因此镇长才带人前来算账 不过镇长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她表示 只要唐三按照道上的规矩 在百米外射中秀女头上的小罐子 自己就放她们一马 唐三本就是猎户 枪法精准 毫发无伤地完成了任务 新婚之夜 唐三迫不及待地占有了秀女 但却发现 秀女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了 她怒火攻心 质问秀女 到底是谁竟敢抢在她前面 秀女只捂着不敢说 唐三挤巴掌 就把秀女打晕了 第二天一早 唐三又刺马来到表姐家中 将她们家的门给拆了 表姐本来不敢相信 但想起丈夫之前的行为 也是又惊又怒 尽管愤怒自己 花大价钱买了个二手货 但唐三还是想要个儿子 便也这样跟秀女一起生活 秀女本就勤劳能干 很快将唐三的家里 收拾得像模像样 唐三对秀女也慢慢好了起来 这天 秀女在戈壁滩检柴货 遇到了当初 把她从人贩子手中 买回来的骆驼客 骆驼客因为秀女 损失了六匹骆驼 加上前几天 还被唐三给伤了手掌 这时看见秀女 便生了不好的心思 两人争执间 骆驼客被一枪打死 原来 是一名穿着长袍马挂的男人 救了秀女 他还把卖出秀女怀孕了 让赶来的唐三 好好照顾秀女 下去秋来 唐三不再做猎户了 他加入了镇上的保安队 而秀女则为唐三 生了个大胖儿子 让唐三兴奋快乐 回到家 就抱着孩子逗弄 孩子过百亭后 唐三看着秀女 欲加水灵的面容 忍不住 又强迫秀女 发泄了一番 一阵折腾后 两人沉沉地睡了过去 到了早上 秀女醒了一转头 目自尽裂 唐三竟然将腿 压在了孩子的身上 秀女连忙抱起孩子检查 可孩子早已没了生息 秀女崩溃地大声哭了出来 唐三抱着孩子的尸体 跪在父母灵堂前 忏悔不已 直到秀女因为孩子死亡 大病一场 表姐夫趁着卖草的机会 来看望她 表姐不愿意让表姐夫去 她深知唐三的秉性 怕唐三一时受刺激 发现丈夫和秀女的事情 对丈夫不利 但表姐夫对秀女愧疚非常 还是来到了唐三的家里 她对着秀女一番道歉后 又浮起半昏迷的秀女河水 没发现 唐三早就站在门边 还听到表姐夫承认了自己的受刑 两人争执的一番 表姐夫强硬地抱着秀女离开 唐三站在原地 越想越忍不下这口气 策马追上了两人 凭开枪打伤了表姐夫 又把秀女读了回来 表姐夫见唐三如此嚣张 拔出匕首 想趁机杀死唐三 但唐三体魄强健 还在保安队坐了几年 表姐夫不敌 反被唐三刺死 唐三杀了人 也没觉得犯了什么错 还把表姐夫的尸体 扔到旅车上运了回去 表姐看到丈夫死了 愤恨地冲到保安队找唐三 阵长知道 是表姐当初卖了本杆 属于自己的秀女 让手下们把表姐拖到房间里 狠狠折辱了一番 唐三见此并没有阻止 甚至还很病态地笑了起来 表姐刚失去丈夫 又对这么多人轮肩 加上轻木的情人 竟然如此冷血 她大手刺激 直接疯了 另一边 秀女又再次遇到了 当初的救命恩人 这天 秀女在给死去的孩子烧纸时 发现保安队正把一个男人 用绳子绑在马后折磨 等男人被折磨得 没有了声息后 既然便离开了 秀女走近一看 这个男人正是当初 救了自己的先生 秀女为了回报恩情 偷偷把先生带回家藏了起来 秀女不知道 先生正是保安队的药犯 阵长下令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而自己把先生带回家的时候 还被疯乐的表姐看见了 表姐在保安队的人面前 叫嚷着秀女 是野地里悲难人的妖精 引起保安队的怀疑 手下把此事告诉了阵长 阵长直接将汤三抓了起来 又吩咐手下 去搜汤三的家 不过因为 先生藏在了房檐上 这才躲过了搜查 秀女此时也知道了 先生实在逃的犯人 但自己受过他的安情 加上知道先生 曾经去过自己的家乡 秀女还是继续救治着先生 并给他准备了跑路的干粮 希望他逃出去后 有机会能到自己的家乡 替自己给母亲 捎个消息 而因为没找到先生 唐三被镇长放了出来 他赶回家想询问秀女 是不是真的藏了犯人 就看见秀女 正和先生说着话 他一时气急 就着先生打了起来 秀女连忙阻拦 说自己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了 唐三这才平静下来 也发现了先生 是当初救了秀女的人 这时 追兵已经赶来 情急之下 唐三换上先生的衣服 让先生带着秀女先走 如果自己大难不死 就跟秀女一起回他的家乡 然而 唐三 唐三还是被追上来的保安队杀死了 疯乐的表姐 带着唐三的尸体回到家里 和他一起躺在床上 没注意到 身后的烛台被风吹倒 熊熊烈火 很快就吞噬了这个房子 这一幕 被赶回来的秀女看到 她没有选择和先生离去 而是想陪着唐三 走过最后一程 可惜唐三还是先死了 最后 秀女被镇长绑在十字架上 日复一日地经受 风吹日晒 索性几天后 被路过的猎户救走 不知所踪 而先生平安逃离戈壁滩 如干年后 还回来了这个小镇 寻找秀女 但已经找不到她了 红叶凋零坠深渊 百年苦乐已深陷 一生苦息无生烟 丧乱飘零散尘间 人生 就是在希望和绝望 之间徘徊的日子 对秀女来说 表姐和表姐夫 曾是她的希望 不满百亭的孩子 曾是她的希望 要带她回家乡的先生 曾是她的希望 可是 在噩梦般的时代扬铺下 这些希望 全部都一一破灭了 她嫁了人 生了孩子 甚至对买她的丈夫 都有了感情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 不是生理上的征服 而是来自精神上的囚禁 感叹唏嘘间 或许再次被救走 而有了希望的秀女 能把握住真正的幸福吧 故事配拿酒 明昭在举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